大家好,我是猴子老公 今天要带大家去欣赏位于大安公园内的杜鹃花季 杜鹃花季以大安森林公园为活动展场 而身为台北市市花的杜鹃花 此次将与绣球花、醉叠花、大理花、薰衣草等 其开枝花会为城市点缀上纯极浪漫的粉嫩色彩 话不多说,我们就出发吧 展场有六大看点移动线顺序为 1.丘比特花园 2.浪花倒影 3.杜鹃花猩猩 4.大鱼鹰 5.捐留不息 6.幸福童年 公园的一号入口处在 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 三号电梯出口处左转 大安森林公园 30岁楼欧 位于大安区内 地处是中心 面积25.9293公顷 拥有台北都市支费的美称 由于未处是中心区 每日游人如知 游以城间及夕阳出照之际 吸引附近居民落役园内 无论运动 散步 跳舞 嬉戏自得其乐 公园内设有儿童游戏运动场 下方建有地下停车场 分地下两层可停放小型车 能够疏解远来游人停车之困 台北动物园 110岁楼 特与大安森林公园 一起举办 花影游礼 赏杜鹃花拍照 游礼活动 只要在3月1日 至3月31日花展期间 跟这两处的动物列车立板合照 之后 再到动物园游客服务中心出示 照片两张 即可兑换花影好礼 一份及一次的抽奖机会哦 很快的我们来到了 丘比特花园 画面中 这对恩爱的火候夫妻 是不是很可爱 这位美女 后来你的自拍棒使用的还顺畅吧 希望有帮你解决了问题 现在往第二景点 浪花倒影 前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冰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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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大安森林公园就是个常常举办活动 环境维护得很好且深受市民喜爱的公园 其实它背后有为热心贡献且默默付出的团体 那就是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 本次活动最精彩的杜鹃花猩猩就是由它们任养包办 影片说明栏内会附上专属网页连结 网站内容非常非常的精彩 除了杜鹃花外 还有很多关于大安森林公园的介绍 以前的你来逛大安森林公园时 除了欣赏眼前的美景外 好像也不能学到或体会到什么 但我相信你来逛大安森林公园时 但我相信你来逛过这个网站后 你再来大安森林公园时 你将会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体悟与知识 这种前所未有的感受 只有大安森林公园才会有 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去看看 我之前拍摄的大安森林公园 深度介绍影片 里面有全面且详尽的介绍哦 影片说明栏内有影片的连结 杜鹃花猩猩是不是很壮观 但你可知道 这一圈又一圈的花环 是由哪些种类的花所组成的吗 答案就在下面这段影片中 我试试到第一个人 Blake 可以 你如果照片的话 我试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来要带大家去欣赏美丽的大鱼音 但是您可知道它名字的由来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由于其花朵颜色像似雕鱼肉片色作而得名 花色有偏粉白或偏粉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着要带大家去这次台北杜茜花季的重头戏 君留不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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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是最后一个景点 幸福童年 这个机器人跟日本和冰钢弹工厂的初代钢弹 点子有些类似 不过人家的会起立蹲下 我们都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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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